小孩要给大表哥报仇吗 让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强二啊 非常短啊 只打两个比 只打强二的 一批韩国的绿色啊 小蟹肉玩家 RP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广东小孩 首发选择的是两个严肃性的角色 K大师对战小孩的讨剔精 讨剔精现在被韩国小蟹肉 打的也是不要不要的 重乌鸦咬派成了一个重腿之后呢 小草的血量只剩下最后的一个重攻击的血量了 一个重攻击就可以解决小草了 不过 还有机会吗 30秒 一切就有可能 帮助对方再一点点消耗小孩的体力 很耐心 小跳轻的压制 对方堵车楼没打着 没打死啊 他以为能摸死 但是就差这么一点点血量 小孩这里胜戴了一气超大 那天 怎么打起阵 对方 哎呦 这个顺次的摸血防不住了 现在的比赛 你觉得 谁能先开虎啊 师娘出腿了 一腿KO掉 对方的血大师 那现在来到了 来到什么 来到了一个 中间站 现在继续来看 现在韩国丽莎的板起了 这一战小孩的师娘 哎呀 这一套 哇 龙虎啊 我把师娘搞得也是不要不了 你听师娘的叫声 是小孩 二打一 优势在韩国这边 继续来看接下来对决吧 板起良是打了一神呢 但是现在小孩用又被这方雀反 进身中拳 轻拳马上对着一个一眼子连断 脚落里突破之后 雷莎开始发起反击 小孩大跳中腿大雀反 带走了吗 凉气带走 好了 咱们继续来看现在的这场 单挑 克隆单挑 都是同样的角色 K49 在15花名 克隆 韩国 雷莎已经把血量 跟小孩打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接近局面 现在小孩反超他血量了 板面条中拳 打压制 持续的进攻 重腿带BC确认 完了 小孩这里要跪了吗 还有一口血 顶住 我觉得你行的小孩 手上还有一颗气 不慌 时间足够 现在缺少是一个防守的机会 一个突破的一个漏洞 做好防守就没有问题 那对面还在进攻 小孩消掉半个气之后 手上还有一 一切 对面学乱占优势 雷莎现在打一个利回了 正在利回小孩 摩点血 摩点血 哎呦 这个色龙蛋发全战 一切杀之后 前冲堵了个头 但是对方解头了 目前在角落里 对方又解头 到这扎线了 前冲头又解头 雷莎反应非常快 你想抓我 不给你这个机会 又是一个1x的反腰腿 解决了小孩 K'大师在战草提琴 K'大师对战K'大师 以前怎么不见 不见那么打的 谁呀 雷莎 雷莎是 七声带着韩国那边的高手 以前玩14 但是玩的少 15出来之后 被吸引了 咱们中国这边的话 也有 信任加入 但是普遍没有达到 他的这个水平 像星辰啊 小翟啊 也也在练 但是没有达到 他这种程度 我 雷莎 他有特点 你发现没有 他这个圣龙很准啊 尤其是 尤其是他很喜欢 这个 逆向圣龙 抓得非常准 意识比较强 不会被一条三吧 我觉得不可能啊 小二这边是满血 他这里只有半血不到 下盘 轻给摸到了 马上吹了一个重扳机 派生 四七的克龙 问你慌不慌 雷莎现在 肥打击偷袭 前面在夜色顺势 派生中骨鸭咬 那现在 小孩 胎到他要压你一下了 提前准备好了 哎呦 再点灯 板几梁 对战克龙 这两哥们都是打着非常疼的啊 看这反应 咱们是学这样的 嗯 好 角落里 里面再次 被 小孩 小孩 这里被地方剃头了 你感谢 哇 二比零 好强